看得出來是強言歡笑 藍白和達六點共識 現場國民黨各個堆滿笑容 唯獨科辦發言人陳志涵 不但笑不出來 全程眼眶泛紅泛淚光 更一度被捕捉到在擦眼淚 看似衝擊不小 因為結果跟原先的設定不一樣 這個會談的氣氛 應該是非常融洽的 最主要的就是 大家都有那一份共識 15號上午10點 原本各自帶著兩位幕僚 進辦公室協商 過了20分鐘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突然說希望幕僚全部離場 讓主帥自己談 國民黨早料到 民眾黨不會接受德國式民調 還是先提出要比政黨實力 果然被拒絕 於是提出點數字 而堅持全民調的柯文哲 則答應跟侯友宜在同選票上 只是幕僚認為 侯科一組已經計入政黨實力 為何在誤差範圍內 還要讓分給侯科佩 認為退帳太多 柯正宜瀰漫低企壓 如今卻宣布與國民黨合作 請問是國民黨變了 還是你變了 我更痛恨民進黨 我今天實在是 心情很不好 面對國民黨有備而來 柯文哲獨自跟對手協商 結果出乎自家人意料之外 緊接著接受學生們考驗 還當場被嗆 既然討厭 為什麼要合作 柯文哲這樣解釋 我當然很討厭國民黨 蚊子蟑螂國民黨沒有錯 然後呢 我更討厭的病人 我都要跟他開刀 關心好了 國民黨我會盯著他 沒有人盯著他 他一樣貪污腐敗 跟國民黨聯姻又喊會監督親家 柯文哲的邏輯沒人懂 藍白初步整合 國民黨歡欣鼓舞 柯銀哀鴻遍野 心情很不好 心情不好也是自找的 TVBS新聞 董佑劇立平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